因為當時是想要用一間視聽室 視聽室當然螢幕就不能太小 有一次機會就走到穩立的音響店裡面去 它裡面就擺了一台雷射的投影機 經過實地的欣賞它那個色彩 跟我們以往傳統的投影機來講差很多 我以前都想說打投影機要關電燈才看得清楚 那天居然通通都不用很滿意 因為我上班就是看電腦螢幕 可能跟那個液晶電視是一樣會有藍光的問題 那這一台投影機它沒有藍光的問題 所以我們也是想說它使用起來會對我們的眼睛比較好 那至於開關機的速度那些是沒有特別的研究 感覺起來就是想要看打開就馬上可以看 這個空間就是我們全家人在一起的時候 想要看看電影唱唱歌 我們小朋友會看那個卡通 都覺得像在電影院一樣 都覺得像在電影院一樣 都覺得像在電影院一樣